怎么暖羊 在对面吗 这局巅峰赛 猫神撞车同队暖羊 对面小明是主播时间 玩辅助二连跪后的猫神 这一把想要玩C位自己C 我来C好吧 我来C 相信大家肯定经历过 自己玩辅助的无力感 队友特别坑 然后就特别想玩C位上分 此时的猫神就是如此 毕竟一直玩辅助绝对上不了大分的 看巅峰榜单就能说明问题了 巅峰前50里面一个职业辅助玩家也没有 霸榜前十的基本上是边路打野和射手位置 选玩英雄 双方阵容无上 可以看得出来除了暖羊和猫神 其他三个人都是大分子 暖羊没有开播 给不了他的视角 进入游戏 暖羊红开 对面小明带着猪八戒入侵暖羊的门区 暖羊拿下双杀 打了一波一换二 猫神玩发育路的思维也是天马行空的 不执着于发育路的塔和兵线 看见队友压力很大 于是打字告诉中奎去支援队友 自己这边三分钟也要放弹 清完兵线来到中路就有意外惊喜 中奎拉到猪八戒就果断转大 拿下双杀 节奏就这样打开了 四分钟 似乎大家都发现了对面神势破绽 中奎又拉到了猪八戒 猫神交大招收了人头 哥雅开了急跑 猫神自然也是走不掉了 干将和他0-3的战绩很匹配 几剑下去扎了个寂寞 猫神吐槽了一句 太抽象了这干将 抽象 太抽象了 哇 还要操作 哇 可以了 于是干将对自己 把把能抬到高分大神 感到很得意 猫神马可作为单带鞭 就很无敌 这波看见猪八戒也是动了杀心 已经有默示家电刀两件套 一套技能打完 猪八戒都还没死就很离谱 而队友暖阳那边拿下三杀 打赢了团战 因为干将的战绩很差 猫神觉得干将拿篮没用 于是干将也很听话的 把蓝让给猫神 接下来有暖阳这位大佬在 猫神的上分之路突然就变宽了 我能不出我所料啊 不要没大招的 11分钟对面水晶爆炸 游戏结束 来到结算面板 本来想吹嘘一番自己 看见自己20的输出 暖阳14-1的战绩 顿时没了底气 不知道这把 谁在谁吗 老虎叫谁 我也我也我也 我也打得不错 中间年轨就 中间年轨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想看更多撞车视频 点赞关注一下吧